如果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路 陪我们走过最漫长的路 就是家人 可回想一下 家人好像又是陪我们走过最短的路 只因为一路上 我们有遇到许多人 所以说在一条路上走 可是并肩同行的日子 好像并不是很多 就像身处日本的拓海一样 他很少回家 但是有一天 他必须回家 那就是哥哥的季日 他之所以不愿意回家 也是因为哥哥的原因 导致他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太友好 父亲是一位很爱的老人 眼上总是很正经 可时日则却跟孩子一样 因为父亲是两一生的 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集成恰业 哥哥和拓海也一直把这个当成目标 可随着时间飞逝 拓海渐渐地放弃了这个目标 只因为不管如何 父亲严厉都只有哥哥 从小到大都只有哥哥被夸赞 被爱护 所以说拓海并不是被父母冷淡 可是他不愿意活在大哥的影子下 愚者放弃了医学 开始去做绘画修复师 其实他的内心还是渴望当一名医生 从他新选的职业 绘画修复师就能看得出来 这应该算是画的医生 而回家的不久拓海 包括妹妹以及妹夫都回家了 可他饭桌上的气氛并不是很好 妹夫的工作是骑车销售 他建议拓海可以买一辆车试试 而母亲正好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能让儿子开车赛自己一回 可聊着聊着话题就到哥哥身上 母亲提起了大哥妻子 有点小抱怨的说 如果留下一位孩子该多好 可一直不说话的父亲 却突然冒出一句 有了孩子就是拓油瓶 那孩子怎么嫁 这话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拓海的妻子就是恶婚 气氛越来越尴尬 母亲也只能赶紧打圆场 带着拓海妻子去看拓海小时候的照片 在所有人都离开饭桌后 父亲终于说话了 他询问拓海工作方面如何 生活压力会不会很大 不想被父亲看别的拓海 只能硬着头皮说 还不错 他不敢将自己失业的事情说出来 他一定要出色 一定要让父亲看到自己辉煌 其实父亲从此之中一直都很爱拓海 他也希望拓海能去当一名医生 只是他不说 拓海也不问 误会就想慢慢的发生 奶奶的关系也越来越僵 父亲的性格注定会引发很多误会 因为他竟然会跟后辈计较一些小事 一路孩子总会说喜欢去奶奶家 为何不说去业家呢 这个家明明都是自己努力才得来的 人老老总是会变得像孩子一样较劲 和母亲却跟父亲恰恰相反 可自己何尝不是呢 他虽然在聚餐的时候替拓海棋子打圆场 可其实自己内心真的挺不喜欢拓海棋子的 妈妈能为而收获并不是很好 名声虽然是一小部分理由 可其实妈妈更担心对方 会将拓海跟自己去世的丈夫做比较 但是他没有想到一件更重要的事 为什么拓海会跟老头子疏远 会常年在外不是很愿意回来 归根到底还是父母将更多的爱 给予哥哥 拓海讨厌什么事情 父母都拿自己跟哥哥做比较 在草莫的时候 妈妈对着墓碑懒懒自语 哥哥去世的原因是原来海边救了一位孩子 妈妈很懊悔当年为什么没有交出儿子 她的内心并不愿意让儿子去做这种善事 可没有那么多如果 如今哥哥已经去世了 在回家的路上那个下坡让妈妈特别的懒望 人越来越老了 爬个坡下个坡都非常不容易 她希望拓海早点有一辆车 这样她就能享受一次 可经济并不景气的拓海 只是尴尬的回道 走路是一种锻炼可以帮助身体健康 这句话让老母亲有点小生气 而每年记得还会来一位客人 那就是被哥哥救上来的孩子幽灵 如今她快大学毕业了 工作上的事也不顺心 再跟家人寒暄几句 就开始非常诚恳地祭奠哥哥 在离开的时候 母亲很乐情地跟幽灵告别 并有非常温和的语气对幽灵说 希望她明年还能再来做客 可在幽灵走后没多久 温和的母亲就突然有点黑化 嘲笑幽灵吃那么多还吃那么胖 各种不好听的言语都说了出来 就连平时很少说话的父亲 都跟着母亲开始抱怨 为了救一位废物 害我儿子竟然去世了 这句话在拓海听来 是非常的刺恶 因为这无意误表现出 父亲认为哥哥是优秀的 殊不知 如果去世的人是他 父母同样也会如此 许多误会真的就在沉默中 慢慢地诞生 拓海听优理打抱不平 为什么总要将人拿来做比较 说不定差的那个人 真的很努力的 他欠缺的只是一份机遇 这好想说的就是拓海自己 并且拓海认为 如果哥哥活着 他也不见得一定会很有出息 可说完这句话 他就有点后悔了 好的妹夫正好出现 他依然笑嘻嘻地说 还以为再说他没出息了 听了半天 再招式说幽灵 那就好那就好 一家人本身就不喜欢幽灵 听完这句话 都觉得有点好笑 拓海那句错话 延至七分钟 被人淡忘 最后拓海私下找到了母亲 拿了一笔钱 给他当生活费 并告诉他明年 别再叫幽灵来了 可母亲却不同意 他必须来 自己恨透了幽灵 如果没有人可恨 那就将自己儿子还回来 他就是要让幽灵一辈子 活来所有当中 最后妹妹回家了 拓海暂时还留了下来 在吃饭时 话题是音乐 母亲说当年父亲 可是会唱演歌的 并且父亲房间 放满了黑角唱片 拓海接次询问母亲 有什么歌比较喜欢 或者意义非凡的 这下子母亲 就放了一首音乐 南灯下了横滨 这首歌让父亲沉默不语 可父亲却一个人 独自横起了调子 而这首歌让拓海 收回强气的小时候 那时候的母亲 常常会哼这首歌 其实这歌 就父亲出轨的标志 曾经父亲将这首歌 唱给了情人听 而母亲之所以会喜欢 那是因为她跟踪过丈夫 在那位小三的房间内 听到丈夫优美的曲调 这件事 她没有闹 也没有发脾气 她知道一位女人 有所需要承担的责任 很重很重 如果她大闹起来 这个家 有可能会质力破碎 而父亲其实也多少明白 其中的缘由 你不说 我不说 事情也就让过去 可是都已经老大不小了 这件事也不需要再瞒着了 可在夜晚 房间飘进了一只蝴蝶 跟白天给哥哥扫墓时 遇到的蝴蝶品种很像 母亲认为这只哥哥回来了 持续儿子的痛 没有人能体会 哪怕是拓海 也不行 在离别前 拓海陪父亲 去一趟海边 这一次 父亲竟然主动对拓海 进行了邀请 有空 一起去看一场足球赛吧 面对这个邀请 拓海 只是淡淡的回到 有空再一位吧 可是父亲 没有什么时间了 三年后 他去世了 拓海也没有来得及 跟他去看一场比赛 而没过多久 母亲也去世了 那个下坡路 哪怕拓海有车了 也无法满足妈妈的愿望了 好像所有的事 都迟了一步 还没有道别 就已经分别了 片名 步履不停 这是一步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地理 很平淡 很普通 就是日常生活而已 每个人在这平凡岁月 步履之间 欢笑 哭泣 成长 老去 对生活 是否还有眷恋 对父母 我们要怀有怎样的爱 和眷恋呢 树欲静 而风不止 子欲一样 而情不淡 不要在人生道路 闷头赶渡 抽空停下来 等等你的父母 他们脚步 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放慢了 如果你没有主意 他们也许 就会掉队了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请订阅